台湾的高科技成功了 我们台湾要发展经济发展科技 我们要需要孙玉璇这样的人 这样的精神 苏院长可能也要拼经济 可是我从你这个苏院报告里面 总共我觉得这个拼经济 这个火火啊 这个动力不够 当然我们的经济部长 那都坐在最后面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从东南亚回来 发现我们东南亚有广大的台商 在曼谷 在马尼兰有很多台商 我听他们讲一讲之后 我深深的感触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对不起台商 一位请田委员求紧 这个 今天在这边 我们要谈论一个非常非常 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高志成律师 跟李渊博士 他的律师执照竟然被撤销 24小时被严密监控 他的小孩子甚至于没有办法去学校 他的小孩现在处于失学状态 而且高律师出门被车子撞到 谈起来还好大难不死 美国人在美国 他甚至没有公开批评过中国共产党 他只是突破了中国的网路封锁而已 把中国共产党不想让中国人民知道的事情 传道到被暴力相向 我只是想要请教 当在中 10日下午5时30分地点2楼会客室 决定事项 一 95年2月21日星期二 邀请行政院院长 帅同各部会首长 列席报告施政方针 及施政报告并答复执询 及本废旗日后有关执询期间之顺序 及人数军售前艺术处 一 王力处理 二 第三废旗 王院长 中复院长 各位委员先进 今天 贵院第六届第三会期开议 曾昌有机会 率同各部会首长前来 进行组阁之后 第一次的施政方针报告 深感荣幸 首先 曾昌要向各位委员先进 拜个晚年 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万事如已 同时也要和大家共同祈求 我们的国家 在新的一年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各位委员先进 曾昌 从政 已经二十五年 三十千前 奉命组阁 因为 深感责任重大 再一次的 严肃的 谦卑的 面对国家和人民 思考 国家的未来 体察 人民的要求 然后 开始 安排 阁员 一二十五日上午 曾昌就此 向国人同胞 承诺 走正道 做实事 当天下午 就召开 第一次的宴会 恳切地要求 全体各院 连能致辞 并且 民命 所属 政府人员 限期 完成 财产 强制 信通 接着 才开始 走向 改革 建设 并且 服务 国人 同胞 每一个 苦干 实干的日子 国政 千头万绪 每一个患愁 都至关紧要 稍早 行政院 已经把 书面的口头 施政方针报告 书面的 施政方针报告 送达贵院 内容 分面 别 完备 终想 请各位委员 先进 指教 参考 今天 曾昌的 口头 报告 警告 各位委员 先进 及国人同胞 所最关心的 经济发展 社会安宁 公权力 伸张 弱势者的 照顾 两岸 关系 国家尊严 向贵院报告 各位委员 先进 打开台湾的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 400年来 台湾就是一个 世界贸易的 在不同的阶段 台湾 有不同的 主体产业 台湾人民 就是因为 这些产业和贸易 而生存 整个台湾 也因为有 这些产业和贸易 在世界上 才有它的地位和价值 比如说 当今 台湾的光碟片 路由器 IC封装 金言代工 无线七亿网络 拨签部 ABS数值等产品 在世界上 都居于领先的地位 现阶段 台湾就是世界科技产品的重症 上个礼拜 孙英权前院长过世 国人同胞不分党派 同表哀悼 对孙权院长 充满着无限的怀念 大家怀念他的就是他 贴近民众 积极认识 推动重大建设 同样的 今天 曾昌的行政团队 除了要全面的关照 农于工商 妥善的处理 当前的各种经建课题外 也必须积极的应应 顺习万变的经济情势 因此 曾昌已经指示 成立行政院财经小组 由蔡副院长担任召集人 随时召集相关所长 协调现在和未来的重要财经方案 以确保台湾的经济繁荣的无限生机 至于各位所关切的两岸经贸问题 曾总统在今年文告上 对两岸经贸提出 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提示 曾昌的体察是 曾总统认为 政府应该积极的担负起 风险管理者的角色 不但要确保 两岸经贸 能以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 相辅相成 也要能真正贯彻 经过政府审慎评估后 所制定的各项政策 也就是说 政府对两岸经贸发展 必须随时精算 个别工商企业的利益 以整体的利益冲突或不一致时 政府必须以务实的 合理的政策 或行政措施引导 调和这些冲突或使之一致 我们也必须体认 台湾的经济发展 一定要深耕台湾 布局全球 对外的依存关系 不能过度集中于单一国家 不论它是美国 日本或中国 日本或中国 展望新的一年 虽然受国际油价上涨 美元走势 及情流感疫情的不确定因素影响 但政府要坚定的 辅助于台湾经济环荣的每一项建设 我们的行政团队 不会有一刻烧险 不能为人民打造一个安居热业的环境 往往就是重大犯罪恶性循环的开始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犯罪的环节 不能让社会上有任何治安的死角 所以郑昌已经要求警政相关的治安单位 对于除了办大案外 还要严防走势枪械毒品 要切断嚣张管道 不论是窃盗 诈骗 色情 网络犯罪 校园暴力 街头飙车 挥滑讨债 乃至于 自受黑心食品 甚至是拒绝酒策闹事 都要一样的重视 都要严格的执法 都要迅速的解决 郑昌已经明确的要求全体个人 自然不是只有警政单位的事 比如一后轨一后轨的张车 竟然可以运出海关 譬如银行竟然可以委托潜藏黑道的公司讨债 这些问题要解决 这些问题要解决 就要其他部位的配合 行政团队本来就该分工合作 对于改善治安 更要全力投入 总之 曾昌议要向各位委员先进和国人同胞报告 我们已经把改善治安 列为自我检验施政成效的首要课题 各位委员先进 台湾已经是世界公认的民主国家 可是我们必须勇敢的自我检视 我们这个国家 其实正处于初期的民主阶段 初期民主最大的表征就是 公权力备受挑战 极少数目无法计分子 假借各种理由 行内视破坏公权力之时 成为社会安宁的乱源 国家进步的障碍 一个公权力不障的国家 一定是一个建设效力 社会安定大打折磕的国家 也是一个无法有效保障人权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 一定会出现极少数 二职患玩法者 得以嚣张 占尽便宜 绝大多数善良民众 失望落寞 哀声叹气 久而久之 最后整个社会就会出现 黑白颠倒 公益禁师 重爆寡 强凌弱的乱象 民主化之后的台湾内部 渐渐出现这样的隐忧 所以导致一部分的人民 对政府的信心逐渐流失 甚至对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乃至于自己的前途 都失去信心 失去希望 因此曾昌今天誓言 为了国家的进步 为了人民的福祉 行政团队今后对于维护和伸张公权力 将采取绝不妥协的坚定态度 曾昌也深信 唯有贯彻公权力 让社会安定有秩序 政府才能够进而妥善地分配国家资源 维护公平正义 拉近贫护差距 照顾社会弱势 这样的施政作为 才能复合人民的期待 才是政府存在的目的 也才能找回台湾的希望 各位委员先进 一个伟大的国家 不是表现在经事或经济上的强盛 而是落实在 国家对于社会弱势者的照顾 曾昌认为 政府必须让社会弱势者 有公平的立足点 不能让他们输在起跑点上 因此我们必须透过各种政策工具 针对不同类别的弱势者 量身打造 适合他们需要的政策措施 以弥补每位弱势者的切换 我们还特别要注意到 政府的各种社会服务力或经济措施 必须更为体贴 只要努力打扰就能出头成功 从我们的总统到许多成功的企业家 到在运动场上的杰出选手 台湾处处可以看到这种民政 所以曾昌要求我们的行政团队 不但要照顾弱势者 更要让社会上保有一种机制 只要努力就有社会穿透力 就可以成功 寒门出高是 不一可以为倾向 只要社会上有这种机制 有这种机会 有这种成功的例子 过去我们的白毛 欠重力度 甚至买皮奔骨 在照顾的一代 勘先驾驭 过去年轻人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那种打拼 那种努力就有动力 社会如果一期这样 有照顾有机会有成功 让努力者得到鼓励 杰出者获得表扬 人人都有机会 这样大家都会穿穿穿 社会就有一种动力 各位委员先进 台湾人民同桌一命 应该不分党派 不分族群 对于维护国家利益 和国家尊严 都有高度的共识 台湾是两千三百万人的台湾 我们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 命运相同 修期已共 而目前的两岸关系 可说史无前例 纵算以和平结起 对岸以和平结起自我包装 其实却用数百颗灰弹 对准我们 而台湾人民爱好和平 始终如意 曾昌深刻体察到 和平是我们国人同胞的期待 对等是我们国人同胞共同的要求 因此曾昌要证告北京当局 只要中国正视 并尊重中华民国台湾 主权独立的事实 和平对等相待 我们将乐见 两岸不断交流 互利互惠 共存共荣 放眼世界 曾昌深感我们是一个 未被国际社会公平对待的国家 但是我们不能退缩 我们也没有退缩的条件 即使客观环境再不利 我们一定要坚定的维护台湾的主权尊源 积极拓展对外关系 推动加入国际组织 并且持续对国际社会做出具体贡献 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村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的国家绝不能被矮化 被边缘化 我们一定要整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 尽一切的努力 让世界支持台湾 让台湾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意愿 我们更要明白 台湾人民虽然爱好和平 坚守民主自由 但自由不是免会的 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一切 国防是维护安全 保障和平必要的建设 曾昌深信 在新的会期 贵院一定能够共同支持国防建设 积极正面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 确保国家的安全 各位委员先进 曾昌一向认为 成绩是做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所以向来自免 实事求是 不要教条 不要口号 不喜欢垮垮其言 也不喜欢堆借美丽的迟早 曾昌也深知 国家诸多政策是元系的 没有人可以顾盼自雄 只有一棒接着一棒的不断努力 才能够创造出国家无穷的生计 许许多多重大的建设课题 摆在眼前 今天的行政团队能够做出正确的阶段 将影响国家未来的发展 因此 曾昌今天要向各位委员先进 及国人同胞保证 新的内阁 是一个做事的内阁 我们的行政团队 将会以台湾的永续发展 和下一代的民生福祉为考量 认真而严肃地面对每一个课题 不务化国家未来的方向 并且见己理及贯彻到底 无物人民的付透 最后 曾昌所要因应表达的是 人民望志心切 绝不愿意看到政治对立 政府空转 长期以来 贵恩对国家的贡献卓著 曾昌要在这里诚挚地表达 充分地敬意 各位委员先进 今年春节前 曾昌曾经连续37天 在妈妈的病床边 陪着开刀手术后的母亲 侍奉汤药 今年看到医生 护士护理人员 开刀用药 落筛落油 他们没有纷争 没有拉扯 没有口水 专业敬业 又有安民的环境 让他们各展守长 团队合作 医好了一个84岁的老妈妈 曾昌默默地观察 深深地感动 既感谢 又感慨 我们的国家 社会 我们的市周围 不是正有这么多 深受良好训练 有能力 又肯努力的国人同胞 如果能让他们 有一个安宁 安定的环境 相信 无论市农工商 各行各业 他们必定 能够发挥 所长 互相帮忙 团结合作 我们整个国家的国力 一定更大 更强 台湾的进步 一定更快 更好 不只是这一代好 下一代 也会更好 明天才的开车 今天就给他传变变变 各位委员先进 为了我们这代 为了我们的一代 为了我们的 怕孙千万代 我们大家 就从今开始 做正道 做实事 大家竞争 所在的竞争 合作所当合作 我们大家做的来拼 我们大家做的 让台湾更好 拜托大家 感谢大家 生命他家 安自生 麻里麻里 麻沙禄 麻坏 祝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现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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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冲 冲出来 但能不能冲出来 而且做实事 做出来 要考验你的政治智慧 那实际上呢 我觉得从您接任开始 是不是 你账不账成他这个说法 你要不要落实他这样的一个政策 刚刚刚 那实际上的政策 我们就是对于 陈总统的提示 我有相当的了解 我们会落实来做 所以您自认为 你可以处在陈水扁 还有你的施政理念 不会相违背吗 谢谢台委员指教 我想 这个大原则 大方向怎么样子来把它做好 我相信就是要 怎么样子的 我来落实这个 积极的管理 然后有效的降低开放的风险 我想我会尽全力 怎么样来做到最好 每一件每一件都在检验 在这个外交的层次上 如果是陈水扁总统交代 跟苏院长交代 你到底听谁的 报告班委员 首先我很感谢您 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做一个说明 我想我是苏院长 苏内阁的阁员 所以我第一必须要服从 院长的指挥 跟院长的命令 那么总统依据他宪法的职权 他有破坏我们外交政策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以我个人的角色呢 我必须担任好我内阁外交部长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至于因为国家元首 宪法赋予他在外交上 破坏外交大政方针的这样一个职权 陈总统也有充分的互动 将来到底要怎么样来抉择 包括班委员 一见一致没有问题 一见不一致你怎么做 开始一上台 你认为你可以游走两边 你觉得你游刃有余 才一上台我就觉得 你已经面对严重的考虑 考验 为什么一上台 马上宣布进口美国牛肉 日本是疫区 刚刚要下架 你竟然马上就宣布 不经过任何的程序 调查两年前的调查 你就让美国牛肉上架了